莫斯斯姆及各位弟兄姊妹們平安 我是第二幕區的嘉君子婷小組的雅婷 那我這次要來說為什麼我會來當府長的原因 因為上一期當那個幸福小組結束的時候 全組的弟兄姊妹都舉推我當下一屆的府長 雖然心中充滿的不安 因為我是第一次然後我從來沒有當過 那對未來要面臨的挑戰也很害怕 可是當下呢我沒有想過要拒絕 因為我的心中突然有個聲音告訴我 不要怕我與你同在 然後在去年年底的時候在工作的空隙之中 我突然感覺我要趕快把PPT做好 因為這樣子我後面應該就很充足的時間 可以持續安排後續的那個其他的部分及調整 那這時候我就然後心裡就想說 感謝主的提醒我要趕快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把PPT做八週的PPT都做完了 對 然後今年的年中呢 我就跟小組長一起討論我們幸福小組的主題 我們突然一起感受到聖靈的帶領 我們決定要做親子幸福小組 因為那時候我因為參加福氣照會的國際研習營 聽到他們分享親子小組的見證 我深深的感動 所以我就強烈的覺得 神要我們用孩子把幸福帶到家裡面 讓孩子們能夠 孩子跟家人都一起感受到 他們的那個神要給赤福給他們 讓他們能夠進到教會來 所以我一籃決籃重新做了PPT 對 然後當下呢我就開始把PPT一週一週的做完 然後隔天決定好主題的隔天 我就購買上網購買了福氣教會推的 親子幸福小組全攻略福長手冊 對 然後一週一週做完了之後 每完成一週的內容 我就把交給 我就送給小組長去審核 確保一切都是安排在上帝的心意中完成 我完成了之後發現 欸 怎麼只有六週 那剩下的兩週該怎麼辦呢 那我就跟小組長一起討論 小組長就跟我說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安排出遊 那這樣子可以更靈活的運用時間 這時我心中的擔憂就消散了 感謝主奇妙的安排 在籌備的過程 因為我的小組長他要去負責福音中心的事務 還有課程非常的忙碌 我們沒有很多的時間可以去面對面 討論其他的細節的部分 這時讓我心中充滿的焦慮 我很擔心事情沒有順利的完成 那我也知道我要多依靠主 而不是自己要操心 感謝主 因為小組長在忙碌的過程 他還是用電話讓我們一起討論 然後在後面一次的小組聚會 我們一起確定了核心同工 然後還有PPT要修改的部分 以及進行的方式 在這一切的都在主的安排下 循序漸進的那個進行 讓我深深的體驗到說 只要我依靠主 什麼事都可以完成 他會帶領我們走過任何的關卡 在確認的隔天 我趕快把流程 邀請函 運作計畫 以及六週PPT的內容 全部Send到我們天賦寶貝 幸福小組的群組裡面 完成了之後 我知道我不是靠一個人的力量 因為有主的恩典在帶領著我向前進 而後我每天都在為幸福小組禱告 我希望九月的幸福小組 讓我們每一個幸福小組的組員 還有一個都可以得人如得魚 讓我們更多的新人可以接受主的救恩 參加我們的教會 落戶在我們的教會 當我們流淚灑種的時候 必定歡呼收割 這是神給我的應許 我也相信這會成為我們的見證 詩篇126章5到6節說 流淚灑種的必歡呼收割 那帶種流淚出去的 必歡歡樂樂的 將河滾回來 願這個經文成為我們的鼓勵 在每一個挑戰面前 我們都能夠成功依靠著主走下去 最後將一切榮耀 歸給我們天上的父 謝謝 阿門 阿門